先繼續來看的是 教育館文化集會社所期行的 2021年分到新外協的突典 其中的連輪迷宮新發現 無縱突典對這立起開店 無縱下董民進 曾經到教育館祖村 對著自己有相當尊重的感情 現在跟學部同時期的創作理念 來定現到不一樣的創作風景 這黨的電腦 總共電子21件的作品 也歡迎所有的民眾 會當前往欣賞 內在形態的線索 也應做出高張力的弧形空間 應去管胸架 對生命完喲的感知靈略 讓不一樣知道這個木材 天現出幾番有貌的目標藝術 所以無視著忘記的春水 慢慢的生活從 就體會出創作是從生活中出發 然後就慢慢沉澱 然後累積一些經驗 然後才從幾個風格轉換中 去體會到自己想要創作的類型是什麼 那就是會轉換到這種比較極簡抽象 然後表面比較光滑的造型為主 木杖有很多種材質 但是它選的就是最自然的 還要時間慢慢養成的木頭 它經過時間的脆化之後呢 每一個連輪上面都有紀錄的 一個生物成長的一些故事 歷史 然後把它雕塑成為不同的一些藝術品 尤其是它的手法跟過去雕成食物 是宗教的佛像都不太一樣 它有一些故事在裡面 隱隱約約你可以看到那些它雕的東西 可是好像又外面包了一層的薄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鋪素黎迷 另外電浪期間也安排了 藝術家創作混淆鋼造 以及DIY體驗鋼造航 讓民眾能夠照顧十多的藝術創作 對藝術家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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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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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